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 你从来都不跟我讲弟子园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起来太子殿下跟我说过 在这京城之中还能够关心弟子园的就是洛明熙了 我此番把所有安乐寨水牢里的机关刑具 一一都告诉了洛明熙 要不是因为那弟子园马上就要下山了 我定能谈一个更好的条件 安乐 你想知道紫园的情况尽管来问我嘛 我可是重镜压了你当太子妃 怎么会不帮你呢 早说嘛 任安乐 我不管你来侯府有何目的 以后都不要再接近此地 若被有限之人理由 我怕我护不住你 哦 那这下好了 京城里两个最了解弟子园的人都在这儿 你问他们吧 我先走了 收了我的礼哪还有先走的道理啊 你看月亮这么远 太适合一起喝酒了 走 安宁 好 走走 喝酒去 太子殿下 又是你啊 太子殿下 那我就再次提问了 既然太子殿下非弟子园不举 那一是不是为了先皇的遗诏 那二就是为了替寒家还帝家的情啊 殿下 殿下你不能喝酒 殿下 太子哥哥不善赢酒 我替了 只要有假的弟子园在 无论谁看我都是一见水匪人安乐 垂涎太子的美色和权贵 直奔太子妃而来 谁会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弟子园 子园 弟子园这个名字如今听起来如此陌生 明晰哥哥 但这名字 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在静南的日子 子园 你还记得 静南的长丝花吗 是我父亲为母亲种的花 小时候花园里看若漫天烦心 只是入社清城之后 就再未见过了 复仇之事事关八万人的清白 我们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既不知成败 也不知此生命归何处 至于这场死花 可知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 明晰哥哥 我先回去了 好 紫月 小时候你问我是帝家的人还是你的人 我的心意从未变过 殿下 帝家家主的字画被一位姑娘看上了 姑娘 不会又删了几毛 太漂亮了 冒昧打扰 此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不知姑娘可否将她相让于我 此字对我来说也意义非凡 乃是我姑祖母亲必所属 若是殿下喜欢 承恩可以忍痛割爱 不必 紫月 此物本就是要送你的 紫月 你头上的海棠花很好看 依稀还是静安侯府 旧时的母样 殿下 陛下已经赐名承恩 你以后 就不要再叫我紫月了 也好 以后 我便换你承恩 你以后 只要你来看 你会在哪里 就不要再看 我还好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